大家好 我是芝麻开花 今天我们来炒一个虾仁茄子 味道非常的鲜美 超级下饭 选这种长长的中国茄子 调颜色鲜亮一点的 清洗干净 头尾不要动 直接的放入蒸笼 锅内加足量水 大火烧开后 加入三大勺的白醋 大火蒸十分钟 蒸茄子的时候可以准备配料和调料 虾仁洗净 控去水 然后这样用厨房纸吸干多余的水分 加入半汤匙的料酒 一克盐 一小勺的玉米淀粉 用手抓匀 密封好放到一边带用 我们把大蒜切成碎末 分成两份 一份呛锅的时候用 一份起锅前用 葱切成丝备用 芡汁也要提前调好 一大勺蚝油 一小勺酱油 加一点点盐 一小勺的白糖 半汤勺的玉米淀粉 加一杯水 搅拌均匀 待用 十分钟后 茄子蒸好了 停火后我们立即把它取出来 加了白醋后蒸出来的茄子可以保持漂亮的紫色 不变黑 放到架子上稍微晾凉 这时候剪去茄子的头 然后将茄子一剪两半 用手轻钻茄子 挤去多余的水分 去除了水分的茄子 后面炒的时候才会吸附更多的汤汁 才会好吃 所以这一步不要省略 将茄子切块 就可以炒菜了 锅子要烧热 加入食用油 轻轻的转动一下锅子 让油均匀的粘满锅壁 不等油热 加入腌制好的虾仁 快速的翻炒 使虾仁均匀的受热 直到变色 将虾仁拨到一边 下入蒜末炒香 然后加入葱丝 煸炒出香味 加入一小茶匙的豆瓣酱 和虾仁炒到一起 烹入半汤勺的料酒 接着下入茄子 进一步的翻炒 直到茄子热透 然后加入炒好的芡汁 大火烧开收汁 最后加入玉璃的另一半蒜末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直到菜上桌茄子都保持漂亮的紫色 用醋水蒸茄子 就是这里面的小窍门 调料的部分蚝油不要省 其他的就随您自己的口味增减 另外茄子和虾仁非常的搭 没有吃过的一定要是哦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